吴慧娘在造房收拾 陈弯弯和四个儿子坐在桌边上 她正要说几句话 门外院子里就传来有人骂街的声音 什么败家玩意儿 老赵家倒了八辈子血眉 咋娶了你这么个败家娘们进门 大山爹的续银有二十两啊 整整二十两被你拿去补贴娘家 活该你被娘家人揍一顿 怎么不揍死算了 还能少个祸害 当着全村人的面挖苦聚餐 少在村里人眼前卖惨 搞得好像老赵家磕待你一样 你个小仓妇有银子给娘家 没银子买粮食 还找人借粮 要不要脸啊 陈弯弯朝院门口看去 她认了出来 这是园主的婆婆 和园主一向不对付 一年前园主撒泼分家出来之后 和婆婆老死不相往来 她有些庆幸园主分家出来了 这样她就不用去应付 赵家那么大家子人了 陈弯弯起身往外走 赵老太太看到她出来 话头一转 大山媳妇你过来 吴惠娘连忙走过去 这是我给四个孙子准备的口粮 你给我雇好了 你都是要当娘的人了 给我硬气一点 不为别人也得 为肚子里的孩子想一想 赵老太太狠狠瞪了一眼 陈弯弯 转身就走 那背影怎么看 都有点落荒而逃的意味 陈弯弯记起来了 园主以前经常和老太太 时不时干一家 园主仗着年轻 每次都把老太太 骂得毫无招架之力 老太太大晚上过来 骂了一顿初气 又害怕被儿媳反骂一顿丢人 所以赶紧撤退了 吴惠娘将手里的袋子 递到陈弯弯手上 连阿奶都怕她的婆婆 她哪里敢对着来 惹恼了婆婆 到时候她又得跪一晚上 陈弯弯本来不想要 这是老太太补贴几个亲孙子的 可她手上还有些粮食 需要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拿出来 她将布袋子接过去 时间不早了 烧点水洗澡睡觉 吴惠娘连忙将一盆 烧好的热水端过来 娘家里就剩这些水了 您先洗 这意思是我洗完了的水 他们几个再接着洗 陈弯弯嘴角直抽 好吧 我不能要求太高 恰逢旱灾 能有水洗把脸就不错了 这会儿她又无比庆幸 自己穿成了婆婆 古代的婆婆 那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 连洗澡都是排第一个 家人轮流洗脸洗手 一盆清水变成了黑水 最后赵大山走到田梗上 将一盆黑水泼向干涸的田地 到要睡觉的时候 陈弯弯又石化了 家里就两个房间 已经成婚的大儿子和大儿媳一间 她和另外三个儿子睡一间 独张床 母子四个人要躺在一起 她就从来没跟别人一起睡过 更别说跟三个异性躺一张床 三个小子是这具身体的亲儿子 但跟她没有半毛钱关系 她心理上一时半会 根本就接受不了 她快要睡着时 耳边已经想起了 此起彼伏的憨声 憨声震震的 这哪里还睡得着 陈弯弯欲哭无泪 等有钱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 我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陈弯弯一夜没睡好 这是硬板床 睡的时候总觉得哪哪都不舒服 幸好现在是夏季 要是到了冬天 那才是真的要命 底层农民根本就买不起棉花 陈弯弯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 不仅要填饱肚子 还要在冬天来临之前 搞到至少两条大棉被 她坐起身下床 家里几个人都忙起来了 大儿媳在洗衣服收拾院子 老大准备出门下地 老二准备去挑水 老三正要去砍柴 老四背着竹篓要去挖野菜 这几个孩子是真的懂事 也不知道为啥园主 偏偏要疼爱娘家的侄子 都等等 她转身走进里屋 打开昨天赵老太太送来的米袋 里面是三四斤 有些发黑的宿命 这米一看 就是去年剩下的 已经有些发霉了 发霉的东西 吃了怕是要闹肚子 穷的时候 吃这些自然没事 但我现在有条件 何必委屈几个孩子 她将袋子里的米倒出来 点开商城购买粟米 粟米其实就是小米 现代商城里的小米比大米贵 竟然要五文钱一斤 虽然大米便宜又好吃 但来路不太好解释 她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余额 还剩下三十文 咬牙一狠心 买了五斤 最后剩下五个铜板 陈弯弯拎着粟米袋子走出去 先吃了早饭再去干活 吴慧娘认识这个袋子 是阿奶昨晚送来的 她将袋子打开 顿时吓了一跳 以前老太太也不是没有暗地里接寄过粮食 要么是硬邦邦的窝窝头 要么是发黑的荞麦面或者玉米面 颜色这么好看的粟米 他们家是真没吃过 老太太还挺疼你们几个孙子的 分两天各两顿煮粥吧 这大群孩子太久没吃饱肚子了 胃多多少少有些问题 需要慢慢养着 吴慧娘呆住了 她拎了一下米袋子 这大概是五斤 五斤粟米分两天煮粥 那每个人至少可以喝两碗 昨天晚上吃饱饭后 她还以为会饿一个月 没想到婆婆竟然变得这么大方 她没多问什么 拎着米袋就去造访主舟 赵大山放下锄头去帮媳妇 赵三牛和赵四蛋舔着嘴唇围着灶台 只有赵二狗微微皱起眉 娘这是不打算过日子了吗 家里的粮食全吃光了 接下来和西北风去吗 算了 吃吧吃吧 不吃就便宜了成家人 吃光了大家一起饿死算了 吃吧 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